关于岭南画派的起始 就得去广州的石香园看一看了 1864年清末著名画家居朝居连 回到故乡广州修建石香园 居连后来在此开馆授图 居连他特别喜欢写生 注重施法自然 打破了当时的特别盛行的这种蘑菇之风 就近取材生活中常见的花卉 蔬果 草虫 甚至腊肠腊鸭 瑶柱 岭南的好物他无一不化 他是妥妥的一个代货博主 岭院这边就是子梨花馆 就是当年居连教授弟子的地方 我们岭南画派创始人当中的高建妇 陈淑仁都曾经学画于此 所以后人也评价说 居连他是以一己之力带动了 我们大半个广东美术的新生代 因此石香园也是被称为 岭南画派的摇篮